我和Vivian 談談過市況 其實從8月來講 整體累積計算跌了202點 跟7月份比1,700多點的跌幅 其實相對叫溫和 但大家都知道整個8月 大家一直都說很悶 什麼時候有明顯的趨勢 成交經常都800多億 900億 9月份究竟會繼續這樣 還是會不會有機會有明顯的方向呢 我覺得會是繼續這樣 因為機會大 但那個區境可能看得遠一點 因為現在你說市場要看得很膽 我相對上就不是的 但不是說它馬上博大市和一些大股反彈 可能都是由一些個別的 比如走勢又很強 業績又很好的股份那裡入手 但你說現在整個行指的話 好像有時看著又升幾百點 有時又下跌幾百點 但其實它走來走去都是差不多 你說如果看整個8月 就直接區間再小一點 如果你拉遠一點 其實這個半年裏面 你3月底18,000 5月底19,300 其實這段時間都是回到那裡 其實就是跟3、4個月前 差不多一個位置 根本就 那其實沒什麼怎麼動過 如果看著那個指數的話 所以都 那個指數其實沒什麼方向 但是你說傾向看 現在來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有機會彈回一點點的 但是彈回一點點 那可能是繼續延續這個橫行 但是可能大一點點的區間 就算上都暫時看到 那大一點點的區間 就是因為6月它都有曾經上回到21,000 所以都還在一個雜幅的上落裡面 因為現在的情況是港股成交都很小 你說跌了這麼多 還有沒有繼續要沽貨呢 其實要沽的很多 就是之前跌得很急 之前那些沽盤真的很厲害 過去那年多 尤其是21年頭開始 真的沽得很厲害 但是到現在呢 就是要沽就沽了 要買的又沒看到很大力 所以為什麼見到成交是這麼小 所以大市真的動動很小 變了我覺得就近期未必會去選一些 大盤股這樣轉 大部分來說的話 因為你大盤股和大市的關係性都很大 其實都只是上上下下 就未見到一個大的聲勢出來 但是如果你說 我想看看市場 怎樣做好一些 可以做一個 不要說看得很好 現在博行區間有沒有呢 可以關注這裡的 6月下來 港股是很明確的一個 短線下降 如果你拉遠就是橫行 其實是正在走 那如果你想撐 是不是真的試回5月那裡 19,300 就開始會彈上去 繼續延續這個區間呢 那你可以看這個 就是 如果是看恒指現貨的話 因為很多時候 有時候有些看期指 有時候有些會看現貨 如果看恒生指數的現貨的話 要去突破哪個位呢 就是8月底的 其實就是前幾天而已 前幾天這裡參考的一個阻力 20,170點 8月26日的收市位 就是如果在這裏收穩 其實它是6月底下來的下降位 就開始繞上去的 所以可以關注這個位 近期也有些朋友問一些 科子是ETF 這樣可不可以吸納 都是看這些 就是8月底那個 少許的阻力 那這裏呢 就不是說要看得很好 但是起碼看回 已經有少許反彈 這樣去做上去 是